想要像韩剧主人翁一样大口的吃韩国烤肉 不用算来算去 因为台北市有家韩式料理吃到饱 老板不计成本 让所有的客人花399块 就可以吃到将近10种的韩式烤肉 另外还有泡菜锅 海鲜煎饼 辣炒年糕 拔丝地瓜 这些特色美食 所以这家餐厅当然是每天坐无需席 晚餐时刻一到 这家韩式料理店坐无需席 仔细一瞧 满满一桌有韩式烤肉 海鲜煎饼 辣炒年糕 泡菜火锅 各式小菜将近50种的火锅食材 竟然只要花399元 就可以无限量吃到饱 我觉得以台北现在的物价来说 算是超值 之前也会去其他的韩式餐厅吃 价格是好多 比这边多大概两成到三成 我觉得算是非常经济实惠 而且老实讲东西很新鲜 对 就是不会说去吃到饱吃不安心 这样不会 对啊 所以每个月大家都来这边吃一次 吃到饱的店家 这一段就是遇到食量大的客人 吃太多无法回本 但是店家老板不计较 只希望能够回馈顾客 成本部分基本上我们 还是希望说在一个价位 就让客人吃到最多最功夫的食材 那也是我们一开始开店的目的 当时的老板推荐 韩味低到韩式烤肉 分为铁板及同盘吃法 肉则分为牛羊鸡 有原味和腌渍口味 而烤法更是有所不同 本身是比较平整的 那受热比较均匀 那温度会比较高 所以它的油花部分 会把那个 肉汁封在里面 同盘的话 我们基本上希望客人吃到的肉片 是本身比较软 然后比较多汁 那那个同盘就比较适合 在薄片上去 将一片片的牛小盘 牛五花 猪五花等等 放到铁盘上煎烤 烤到熟透就打工告成 烤的肉鲜嫩多汁 如果想尝点 到底韩式吃法 还可以包在生菜中 沾点味噌酱来吃 新鲜的生菜 加上烤肉中和油腻 在嘴里完全融合 烤肉吃法 第二回同盘烤肉 在同盘周围 放上各式蔬菜 鲜虾 再淋上高汤一桶煮滚 同时在烤盘最高处 放上薄肉 肉汁还会随着 烤盘留了下来 比周围食材融合 丰富阵容 光看就令人垂涎欲滴 这应该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韩国烤肉 对 比韩国当地好吃 因为它肉的用料很好 所以它烤起来 它大概 你不要烤太老就很好吃 对 然后又很 又很新鲜多汁这样子 比外面的牛肉好吃很多 像他们韩国烤肉嘛 它腌起来 就等于说它腌得很入味 然后等于说烤起来 就是你其实就算就不用蘸酱 然后直接吃 整个味道就非常的好 韩国国民美食第二道 海鲜煎饼 老板见识厚度要比外面 一般来得厚 将新鲜的虾仁和花枝 切成块状后 加上面糊一同混合 包入油锅中煎到外酥内嫩 再沾一下特条酱料 哇 酥酥脆脆的外皮 里头满满的花枝虾仁都快爆了出来 吃起来更是香Q软嫩 海鲜煎饼我觉得就是 很香啊 就是吃起来就是有种脆脆的口感 感觉是不错的 海鲜煎饼是属于 不是薄的 是比较厚一点 然后吃起来还蛮有口感 然后重点是它那个 海鲜的味道还蛮足 就算是那个海鲜料蛮新鲜 所以它才会有 就是有那种海的味道这样 光是这些还不够 还有这道诱人的泡菜锅 灵魂主角泡菜是决定美味的关键 泡菜锅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需要使用比较 腌制比较长一段时间 让它有自然发酵的泡菜 去制作那个泡菜锅 那口味本身会带点酸味 因为自然发酵的酸味 那这样喝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 和高汤一同融合 再加入豆腐 蔬菜 肉片 热乎乎的泡菜锅冒出热气 泡菜香气飘散开来 汤头中带着微微辣味 叫人大呼过瘾 它的泡菜蛮好吃的 就是跟我外面吃的 就是味道比较不一样 很特别 就是它是我觉得东西都很新鲜 对 而且我们自己发明 还会放那个王子面进去煮 这样很好吃 吃完主食来点招牌甜点 拔丝地瓜 爽口一下 选用口感扎实的本土地瓜来制作 有别于一般的麦芽糖 老板选用口感较为细致的白砂糖 将地瓜放入油锅中炸 在果上溶解后的白砂糖 用筷子轻轻一拉 白砂糖随之沿占 有如金黄艺术品般的把丝地瓜 吃起来香气四溢 味觉视觉都超级享受 把丝地瓜我觉得这个要推荐一下 因为它这个就是热热 然后实际上摆起来好像很 感觉就是甜蜜甜蜜的感觉 适合情侣一起来吃 还在喂吃大餐花大钱而烦恼吗 现在你只要带着一张500元钞票 和鸡肠露乐味 就可以来这里享受满满的到底捍卫